电影收集二的开拍,让崔永元怒不可遏,可以说将剧族人员撕了个遍,但是网友们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,作为男一号的葛优,貌似小崔并没有对他下手。 这是为什么呢? 崔永元曾说过,虽然说艺术创作有自由,但是我还是不希望他也认识我的角色,演了,我仍然也能接受,葛优还是一个挺好的人。 虽然葛优在手机二中出演的是男一号,但是我们都知道他为人低调,拍戏也是兢兢业业,在圈内有人对他评价葛业只有亲人,没有仇人。 这也足以说明他的口外人缘都很好,据知情人士透露,在冯小刚和崔永元开私的时候,就有人问过葛优,为什么那么多人都遭到崔永元的炮空,而你却没有事情。 他非常自信的回答,因为我没做过山天海里的事情,游戏就拍戏,没戏就溜完,难不成他还能说我拍戏舞蹈青少年? 听到他的回答,网友不得不佩服,怪不得单独放过他,可又正派的作风,也没有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,就是想撕他,也没有办法下手啊。 小伙伴们,对于崔永元撕了一圈子的人,却单单没有动个忧,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